意大利餐廳發生 台灣人不配喝好酒的爭議 餐廳拿出監視器還原 這名意大利籍的營運總監 出面跟客人解釋 汪小姐認為餐廳對她超收酒錢 還說她不配喝好酒 事情發生在4月11號晚上 還在天母的意大利餐廳 消費 遇到朋友想請對方喝酒 兩瓶紅酒只開了一瓶 卻收了兩瓶酒的錢 對此餐廳表示誤會一場 也做出款項刷退 但對於不配喝好酒的說法 餐廳營運總監出面反駁 尤其是我們談到酒 Elsha姐他們可能不會開到這麼好 不值得喝這樣子的酒 服務生認為自己轉述 實情給汪小姐卻遭到開除 但餐廳表示他們並沒有主動 開除服務生 而汪小姐現在也決定提告 餐廳才剛開始開幕 正在試營運就發生顧客糾紛 事實真相如何 雙方各說各話 也讓外人物理看花 記得週天節 無自一 台北市報導